我是國民黨員 無論怎麼樣還是要投國民黨的票 這次的名單社會上很多人有意見 如果真是有調整的話 那把它調整 比較符合社會的期待 我相信國民黨會得到更多的支持 我排第一是我的時空背景跟他不一樣 我是院長也是連任 大家都沒有任何的意見 現在這次因為好像國民黨面臨的情勢不太一樣 本來他排第一第十位都無所謂 在安全名單裡面就好 我有點是好像是說 社會上看起來 這個名單也是有點奇奇怪怪的 不是這樣嗎 我說大家聲音怎麼這麼大 既然黨團裡面 需要有一位真正能夠作證的 老實講 真正還是要在安全名單 不過第幾名才算是安全名單內 所以不曉得 所以還是要等到 看他自己做什麼決定 做什麼判斷 萬一呢 好像安全邊緣邊緣外區啊 這個就不太妙啦 下面 但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有很多人 我不是說